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过程中 刘备都没有给关羽派援兵 这是为何呢 有阴谋论者认为刘备和朱博亮是在借刀杀人 除了关羽 理由是关羽太大 阿斗诺座 恐怕在刘备死后无人能治关羽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刘关张情统手足 刘备不会这么做 再者萧雄刘备以光复汉氏未己任 大业未成岂能自断必保 阴谋论者把刘备和朱博亮想得有点太短视了吧 关羽在湘凡石战中孤军奋战 刘备确实没有派出援军 这是事实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奉关当时整个战局 总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没想到 来不及 却不了 不能救 一 想不到对于关羽陷入困境 刘备有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东吴孙权会下黑 熟 想不到弥方和富士人会当叛徒 想不到相反之战情势突转 想不到孙权如此狠 建安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二百一十五年 无数虽然因为荆州之势闹得不愉快 但经过谈判算是妥善解决 孙权借给刘备江陵不假 但京南四郡五零 零零 长沙 贵阳是赤壁之战 刘备自己攻下来的 刘备方已相属未解 将长沙 贵阳给了孙权换取江陵 无数再次联盟 站在刘备的角度上来看 为了和东吴盟好 已经做很大让步了 孙权没有理由被弃同盟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一方守江陵和富士人 守公安 二人不战而降 这是刘备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弥方是谁 刘备老婆 弥夫人的亲兄弟 这个小舅子在刘备还很落魄的时候 就不离不弃 甚至拒绝曹操的诱惑和刘备成了一家人 深的刘备信任 被委以重任 南郡太守 这么个亲人 刘备打死都不会相信他会不战而降 当了叛徒 相反之战进展得比较顺利 二百一十九年八九月份 关羽展鹏德 秦于晋 水燕七军 飞镇滑下 可以说势头正盛 局面一片大好 逼得曹操都吓得想千多了 谁能想到突然之间风云突变呢 估计刘备也被整得一猛一猛的 另一个让刘备想不到的是 孙权竟然如此之狠 背后下黑手倒罢了 竟然对关羽下了死手 有无数盟约在 即使关羽被俘 东吴拿他来交换些利益也属正常 刘备一线日后好相见 可是没想到孙权竟然不留余地 把事作绝了 二 来不及219年10月至11月 关羽仍在相反前线和曹军对垒 一切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 只是曹操派了一波又一波援军 先是徐晃 后是徐商 吕介 再是燕树 朱盖等12营援军 但是关羽也只是小败 撤了樊城之围 继续围襄阳 正是因为有上面诸多的没想到 所以没有提前做到有备无患 以至于到最后一个来月的时间里 形势突然变得不利的时候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成都离关羽所在前线这么远 一千多公里 军情传递需要时间 何况在吕蒙 陆逊占据江陵 移灵之后已经封锁长江峡口 传递消息就更困难 得到前线军情 调兵遣将 准备后勤物资 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 说走就走的 也需要时间 三 救不了虽然时间上面来不及 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刘备的兵力不足 想救也救不了 关羽在相反和曹军互偶的时候 刘备主力部队再乃了 汉中 上涌一泄 刘备的大军身陷汉中一年多 虽然最终拿下汉中 但是损失也不小 惨剩 到最后连女人都上场帮忙运送物资了 数得难不是瞎吹的 如果不是兵力捉襟见肘 战况惨烈 怎么这也不会让妇女上的 219年5月 曹操退出汉中 回长安 刘备终于取得梦寐以求的汉中 这是龙中队定下的大方略 大军驻守汉中防备曹操的 反扑是必须的 因此 回到成都的刘类 即使得到关羽前线的军情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兵可用 只有哭了 再说 孙权方面已经占了紫规 怡陵 江陵等地 封锁蜀东出之路 想救关羽也是很难 4 不能救说不能救 那是因为关羽危难之时 已经大势已去 败局已定 曹操把张辽都从东部战线调回来了 还亲自率精锐部队在摩坡坐镇 孙曹两家已经联合 准备好口袋等着刘备去钻了 再派兵去就和送死没有区别了 为大局着想 刘备此时是想救也不能救了 虽然有这么多原因 归根结底还是蜀国实力不够 如果像曹操一样并多降广 英勇神武的关羽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兵败而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